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來到一間隱世小店吃中菜 這間店很厲害 很多招牌菜其實是要打電話來訂的 如果你不訂walk-in想吃 多數都吃不到 因為其實我本來是昨天上來 但我打電話想訂菜的時候已經訂不到 所以才變成今天來的 這間店口碑非常好 我也是第一次來看看食物好不好吃 這間原興以前在油麻地新田地街 早兩年搬去則如沖海光街 門口有點難找 最好看定地圖 這間店一眼看完 坐滿都是30個位 這間店的大廚兼老闆 絲繩至多間知名食市 這份脆皮燒腩仔 就是源自利丸的冰燒三層肉 一共要燒三次 每一次燒的火候都不一樣 每次燒完要刮走表皮 另外又要軟油又要材展 功夫比較多 實際吃下去 芝麻皮的確做得很好 口感酥脆 肉的部分 也算是肥瘦均稱 鹹到適中 但我覺得不夠鬆化 現在輕食燒腩仔 而少了人吃燒腩骨 情願犧牲一點肉味 就是傾向追求鬆化一點的肉質 今天這一碟雖然不是100分 但也是忠上之作 不過有得選 我也是喜歡吃燒腩骨多些 蜜汁燒鰻魚 用上腩位比較肥美的部分 選用的白鮮 本身的品質也相當不錯 講到燒鰻魚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是日式蒲燒鰻魚 這隻是中式的 食法完全不同 當中最特別是有一道風乾的程序 醃製之後 要吊起來風乾八小時 目的是要令肉質比較緊緻 燒起來就不會又軟又散 這道菜我超級喜歡 好吃之作 糯米釀雞翼都有不少餐廳做 不過很多餐廳釀的糯米 其實沒有經過仔細烹調 今天這隻雞翼 起骨起得很帥 雞翼大隻飽滿 雞翼色澤均勻 香脆可口 但最厲害的是 裡面的糯米飯 是有調味、有料炒過的 裡面的辣味還很多 連雞翼一口過 味道非常豐富 這碟雞翼是老闆推薦我吃的 他說第一次的時候我沒有理他 隔了一會他又叫我試一下 好就順利儘管試一試 做法其實跟椒鹽那些大同小異 都是炸了再加些蒜頭辣椒蔥段炒一炒 超臭之處在於 矮瓜只會用中心最嫩滑的部位 近皮的邊位全部都不要 吃得超直 脆漿上得又薄又平均 炸起之後外脆耐滑 而且料頭相當惹味 配合一起吃很香口 是那些矮瓜稍微軟油了很少很少 不過這個是小問題 整體很高分的了 下單的時候 老闆主動跟我說 這道咖喱會最後上 以免影響我吃其他菜式的感覺 我一聽感動到想哭 在香港是極少有餐廳會注意出菜的順序 今天一間可以在橫行 找到二十多三十個位的小店做得到 各大酒樓食肆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 這碗咖喱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熟口熟面 原來它和俄頸橋清真惠記有點淵源 我們先來重溫一下清真惠記碗咖喱 第一樣必試的就是咖喱羊 鮮體賣相、豪賣奔放 咖喱直接插在白飯上面 咖喱汁好像火山爆發的熔岩 不敢流到飯上面 醬汁相當稠 有很多洋蔥 應該有點貴皮 味道很香 不算太油 送飯一流 這種咖喱也不會太辣 大量全熟的洋蔥會令它比較香甜 這個是清真咖喱其中一個明顯的特色 接著就看看羊肉 餐牌說明是柚骨 柚骨其實都沒所謂 但是肉都燜得不酸 而且很多塊都是連著很硬的筋膜 完全咬不開 質地我覺得不合格 味道就不錯 有洋味得來又不會太酥 先說咖喱汁 明顯它的咖喱粉是落得多些 味道是濃些、辣些、稠些 清真味道是會甜點、香點 兩者分別其實都很大 哪種好吃就見仁見智 至於羊肉 就原輕贏幾條街 全部給腩胃 肥瘦剛剛好 燜得夠時間 又軟又入味又不酥 當然它價錢都是貴很多 用的食材好一點也很合理 最後叫多了個甜品 最初我以為是中式的椰汁糕 誰知一筆下去 發現名字沒有騙人 真是西式的奶凍 還要做得很綿滑 椰汁味也很濃郁 挺有驚喜 這間小店 比起很多開宗名義 說明是私房菜的店 更加私房 雖然有幾個伙計 但老闆也是一腳踢 廚房樓面沾前顧後 服務難免有點疏漏 我相信不同的食客 對這間店的評語 是會非常參差 不知頭不知路第一次來的人 可能會覺得他們的服務 怪怪的 但我們當晚隔壁幾台都是熟客 見他們來到 個個好像回家吃飯 除了訂了的菜之外 吃些什麼 怎樣煮 份量要多少都沒所謂 任得老闆說是 很多東西都是自己招呼自己 我想除了覺得食物好吃 他們應該是更加喜歡這裡的人情味 我們今天訂位訂6點鐘 剛剛吃完走出來天都黑了 已經7點半了 今天這間店的食物質素 我很滿意 但價錢方面我覺得很少貴 同樣的價錢 你可以去酒樓 吃同樣的食物 環境可能會好一點 不過這間店的食物 我覺得是有心思的 就算你不在附近住 或者不在附近上班 都是值得特意乘車過來吃的 今天就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讚好 打表情符 下次見 拜拜 謝謝